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较早之前 遭到中国制裁的立陶宛国会议员 萨卡利埃内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对于大陆的制裁措施 是摆出一副不屑的态度 他还扬言会继续声援台湾 第二宗消息 纽西兰外长马胡塔 在一次演讲当中 就主动提到 对于五眼联盟 在处理情报分享以外范畴的事 感到不舒服 而且他还说 与中国之间应该保持着互相尊重 在说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被中国制裁的立陶宛国会议员 萨卡利埃内 那篇的专访是怎么说的 这位女议员 其实就是属于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成员 在今年就连任了国会议员 曾经担任过记者 和长时间从事人权工作 那记者就问到他 为什么要在中国人权和香港民主议题上发声呢 他就说 在过往这么多年以来 西方国家都没有采取恰当 而且足够强烈的反应 作为民主国家 如果是坚信人人生而平等 和天赋人权这些普世价值 当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发生 就应该出来发声 接着记者又问到他 到底立陶宛以往曾经接受共产政权的管治 是不是会对于他 在认识中国问题上 产生什么影响呢 萨卡利埃内就说 立陶宛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无论在人口 或土地面积 都是非常小的 但是 立陶宛就被前苏联统治了五十年 他的祖父母辈 在苏联统治时期 都因为反对独裁政权 是成为了政治犯 立陶宛人民深受其害多年 所以他就特别能够伸同感受 在他看来 现在新疆所发生的事 就是以往立陶宛发生过的事 这位立陶宛国会议员就认为 过往苏联的管治 就会影响到他现在对于中国问题的认知 但是其实也有不少的国家 虽然是曾经受过铁幕的管治 但是 他们所采取的对华态度 就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匈牙利 以往也曾经接受过苏联统治 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叫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但是 奥尔班现任的匈牙利总理上台以后 第二次上台之后 他就一面倒地亲中 又搞一带一路 空塞铁路 复旦大学分校 打中国疫苗等等 另一个例子就是 是塞尔维亚总统 武席 他也是相当亲中的 在去年四月 大陆就曾经运过一批防疫物资 去到塞尔维亚 当时 武席为了 报答大陆 竟然在首都 贝尔格莱德街头上的 一些广告版 就写着一些中文字 简体的 就是感谢你 习大哥 相当之怒骨 虽然 在铁托的主政下 蓝斯拉夫就不是一个 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但是 都被西方社会 视作一个铁幕国家 两个国家都曾经受过共产政权的统治 所以 绝对不能够一概而论 曾经受过共产政权统治的国家 现在都不会亲中 因为事实上就是有些国家 他也是照样亲中 当然那些国家就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的领导人 普遍来说的野心都很大 比如说 奥尔班 他就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匈牙利 孟赛奇 他又曾经高举过大塞尔维亚运动的旗次 当然后来他就没再搞下去 好了 我们看回这一篇的专访 记者又再问到他 就是关于 这个经济诱惑的问题 那撒卡尼埃内就说 从国家层面来看 虽然他觉得立陶宛是一个小国 但是 他们就应该做一个新兴民主国家的表述 作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要拒绝其他国家的干预 所以 立陶宛 就宣布了要退出 由中国牵头的17加1合作机制 他说知道中国将经济大饼 就画得很大 但是背后 其实也有中国自己的目的 当然 在这个17加1合作机制当中 立陶宛是第一个退出的 就明明不受 中国经贸利益的诱惑 这个当然就是在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子 因为大部分国家仍然 将经贸利益放在很优先的位置 这位议员就继续说下去 他说看到香港遭遇的一切 实在是令人痛心的 所以 立陶宛就更不能看到 台湾变成下一个香港 他就很担心 中国要将台湾变成香港 所以他就会尽一切可能 跟台湾 往来互动 好似 在这个星期 他就会跟台湾驻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见面 这个就是 反映到 他当大陆的制裁是没有到 当然 他就删高皇帝远 就算大陆对他实施什么制裁 他只要一生不去大陆 对他也没什么大影响 最后 撒卡里埃内就说到 立陶宛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他身为立陶宛的国会议员 他喜欢见谁就见谁 中国政府就无权去恐吓他 亦都无权规定他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他觉得 立陶宛和台湾 能够更加强化 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他就很期待和台湾代表的见面 所以就看到 其实战狼外交 对于这些欧洲小国来说 不一定能够发挥到一些 正面或者积极作用的 反而就推了这些国家向另一边而已 好了 我们又看看另一单的消息 就是纽西兰总理 马胡塔 在出席一场 有关对华关系的演讲当中 就公开表示 对于五眼联盟 扩大了权限 去到分享情报以外的事务 感到不舒服 纽西兰希望寻找多边机会 表达对一系列 议题的关切 另外他还提到 说 纽西兰是希望 和中国建立 互相尊重的关系 纽西兰媒体 newshub就说 五眼联盟 设立的初冲 就是要共享 和安全相关的情报 但是近年来 五眼联盟 就涉足了 情报以外 更加广泛的问题 包括 就是 国防事务 财政事务 和外交事务 最近 还在涉及到香港和新疆的问题上 发表了声明 这篇报道就说 马胡塔 直接批评 通过五眼联盟 这个平台向中国施压 而且他又发出了一个清晰的讯号 纽西兰将会制定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 马胡塔又强调 对五眼联盟扩大权限 感到不舒服 他不赞成这种方式 并且已经向五眼联盟的伙伴 表达了这个观点 希望将五眼联盟的权限 控制在较责的范围里面 即是他们摆明 现在就是 受到了经贸利益的因素 来主导对话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 澳洲和纽西兰 那个待遇就是大不同的 澳洲就经历了一年多的中澳贸易战 遭到了中国 在经济上所实施的制裁 但是纽西兰就是受到相当之大的后代 在今年的一月 中国和纽西兰就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协议 使得纽西兰 进一步在经济上向中国效忍 赚更多人民币 所以 纽西兰现在有这种取态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就是不想 受到五眼联盟这个平台的 捆绑式表态 从而避免得失了中国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要 持有经济发展的机遇 所以 就不想再在这些 所谓新疆问题 或者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上 再跟中国 硬碰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迹可尋的 比如说在过往 五眼联盟的外长要对香港议题 发表联合声明的时候 往往纽西兰 周不时都会缺席 没有份参加联署 另外 五眼联盟的国家 分别 都对香港人 实施了一些救生艇的计划 美国那个 还在国会那里谈 澳洲那里 就不知搞搞搞 又好像有多少想退缩 但是纽西兰 直接从一开始 就说不提供 其实当时 纽西兰也没有说到原因 只是大家以为 纽西兰 国土面积不是那么大 或者人口本身也不是那么多 未必容纳到那么多人 但是事后看来 就不是这个考虑了 就应该是 雇主和大陆的关系 是居多的 现在搞到这样的时候 纽西兰的总理阿德恩 似乎出了来 说一些澄清的说话 但是这些说话 无非都是门面功夫 始终来说 身为纽西兰的外交部长 也是现届纽西兰政府的 是一个重要内阁成员 他所说的 如果是与内阁有严重冲突的话 只不然有其他很多人都会走出来发声 也不见有 只是让总理出来 说一两句说话 究竟现在这个马湖塔所说的 是不是已经代表了纽西兰的官方立场 如果不是的话 他们会不会发表一些官方声明呢 看不看都不会 因为经贸利益优先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